现在的抗日神剧全是套路了,抗日神剧人神共分。 前几篇一直在说抗日神剧,我们现在说说抗日神剧的几个套路这基本是以下,那么几个套路现在的抗日神剧鬼子,不说日语看了好多的抗日神剧才发现鬼子的日语比我的普通话都要好, 这也不难解释现在的小孩把日军当作国军了,还有的抗日神剧里面子弹无限打没把枪的子弹都打不完,记得有播电视剧团长说没人两发子弹,但是打起来跟撒黄豆一样没完没了,真当观众看不见吗? 现在的抗日神剧美,内涵没深度没有营养剧情烂,说白了就是粗质烂造抗日神剧大多都在扯淡,毫无逻辑可言真当以前我们的前辈抗战,那么容易吗? 消极影响严重影响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价值观与民族认同感,甚至会有一些国人因而生恨,反而助长歪风邪气。